今天要去台山吃特色的东西 所以我们三个马铁佬很开心 找台紧修型,找台省油的车 这一部是福田的瓷酸 拿出来的 这边有很多东西,鱼鸡,黄鲜饭 芝麻鸡是否好吃? 很美味 88块钱 写上是68块钱 全都升价了 猪肉贵,不关于鸡的鱼 每个都在买包,每个人都不贵 每个人都不贵 吃鱼,还要做黄鲜饭 吃鱼,做黄鲜饭 吃鱼,吃鱼,吃鱼,吃鱼 吃鱼,吃鱼,吃鱼 有加鱼 我只管说我,你喜欢吃鱼 在这边,我会比较柔软 比较柔软 比较柔软 每粒都可以做到分明的状态 黄扇饭是好吃的 有没有上次我们的顺德那家这么鲜甜 可能那家鲜甜点 我怀疑,是要用黄扇的煮汤 可能上次那家,汤会浓一点 所以再煮一会,汁会鲜甜一点 但是这个会更香 很厚,可能油很厚 很漂亮 你的袋也放得下来 市场里面也有货 自己做的就在外面 多谢他们 每个档口都有车 刚才回来 中午早就没有打鱼 中午早就打鱼 什么鱼? 红三鱼 一箱一箱 明天吃后也没怕 吃越好味 即是抬山对开才有的? 是的 哇,很黏 很新鲜 8元一箱 10元两箱 这个是10元一箱 这个是当地话 就是跟鱼 这个是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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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鬼鱼 就是魔鬼鱼 魔鬼鱼 有好东西 买的时间 就是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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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船 就是小海鲜 但是 新鲜档口 就是小海鲜 蒜蓉粉 相对来说 鲜甜 因为我没有吃过 那些黄金贝 不知道有什么味道 你看看 那一粒 江瑶柱 是挺大的 小一点的 农利鱼 又是香的 有鲜甜的味道 但是这条鱼 其实是没有骨 但是它核心的 就是这条粗骨 它这个粗骨 比较脆 所以你只能 像爬梯 这样 做一块鱼 嗯 狗肚鱼 依然保持狗肚鱼 这种滑的状态 有些酒味 有些料头的味道 吃下去就不觉不失 我觉得 也算是 一个好饭的一种状态 今天是算贫破的了 走了 过去吃个黄鲜饭 然后下午再回来 吃这个海鲜大餐 不觉不失 我觉得性价比还好 上下 我们接下来 还要继续找一些好食 自驾游的话 你没理由只是吃一的地方 当然是希望多些爆点 幸好这堂鱼超级 八公里五点一升 五点二升左右 看看你怎么可以 我们现在来到海岸镇 因为这边吃牛杂是比较有名的 而他们比较集中 几个高手集中在街上 但是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他们的食物好吃之外 他们的味道也一点都不会外传 各自有各自的秘方 各自有各自的绝招 根据网友的善报 就是这位 他说这里可以给五星好吃到爆 辣椒也是很秘製的感觉 地址很难说 我们通过他的背影 看他对面 找些参照物 才锁定他的位置 试一试 因为其实我站在这个环境 已经很香 一股牛杂的味道 有牛杂吗 有牛杂 有牛杂 如何卖? 一股五十五元 一股一股 切一点 很舒服 一瓶啤酒 吃牛杂 凉在这里 什么时候放在当中? 中午糖 这是什么? 大腸 大腸 这是牛杂 牛鞭吗? 这些汤底是秘製的汤底 辣椒才是秘製的,我们先坐下 牛腩很软身 牛腩很软身 有牛杂和八角的味道 我经常看到这些材料 有什么秘製的,我不知道 其实是清淡的 清淡的 可以彰显每个部位的味道 如果你的质感和味道不一样 牛肉的味道也不一样 牛肚也有牛肚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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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肚也有牛肚也有牛肚的味道 如果喜欢吃浓味的朋友 你点辣椒酱可能会更好 我喜欢清淡的味道 反而可以吃出食材的味道 这次开开多少年? 三个多年 三个多年 就是蜡蜡脚的味道 咱们可以来自维煮 这面的糖成是什么 糖肚 还有蜡蜡蜡 是什么? 咱们试一碗糖肚 咱们试一碗糖肚 一个是什么? 它是什么? 红糖再加米粉 糖米粉 米粉 猪油 咸还是甜的? 咸还是甜的 你是对的 就是本地的大产品 唐糊是第一次吃的 你不要说太好吃 一会儿炒过花生的香味 很香 我应该没吃过 这个黏度 它是胡油,不是胡油 不是胡油 很多人说是有黏油 但是有猪油 猪油会更香 会更滑 吃这个甜品 不会觉得它是一种廉价的甜品 我会吃一半 我喜欢这东西 早餐店 比午飯和晚飯的總和 早餐店 早餐店最多 最多 5元 蛋糕 最原始的蛋糕 最簡單 雞蛋 粉 糖 平凡 好吃 在哪裏清洗 在哪裏已經有清洗 每天去捉還是怎樣 是啊 可以捉的 那裏 可以 這些洗過水 通了沒有 我們通幾條吃一下 好 你吃 那裏 那裏 泥蟲湯丸是什麽回事 泥蟲湯丸是什麽回事 泥蟲湯丸是什麽 泥蟲湯丸是什麽 泥蟲湯丸是什麽好 泥蟲湯丸是什麽好 有些沙的感覺 好像洗不乾淨 泥蟲湯丸是什麽好吃 是不是特色來的 是特色 可以用泥蟲湯丸 因為這個地方不是很開發的地方 如果你們自己自由行 開車 開設我們那台自宣櫃這邊 一定要感受一下這個早餐 一定要早起 一定很正 你會有嘩一聲的感覺 真的 我完全不一樣的那種感覺 粥是好吃的 泥蟲的口感都會爽滑 爽滑 爽滑 是輕度我講的 有些亂 盆粥做得好的 還放一些肉 肉下去 調味道 不要太刮口 這種食材絕對區別於其他食材 豬、牛、起雷瓜 沒有一樣東西可以達到這個 很娇氣的狀態 我覺得它真的很娇氣 廣州是不能吃的 你要當泥蟲粥給我試一下 不要說粥 泥蟲 15元 15元 但是粥也很好吃的 很好吃 很軟 我試一下這個湯丸 紫菜的香味很好 紫菜的香味很好 是有心思的 綜合特色來說 我喜歡吃泥蟲湯丸 這碗食材 都好處 海營鎮 早餐很舒服 很舒服 很舒服 吃碗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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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有錢了 有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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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我喜歡這裡的生活 我覺得海營鎮最精彩的地方是 早上 如果想體驗一下海營鎮附近的早餐文化 或者生活的氣息 一定要早上 早上七點多鐘就要起來 隔過來這一邊去感受一下 真的很舒服 接下來我們要去一個地方 其實大家都不會經常去的 甚至乎很少去聽 因為我們不喜歡去太大陸的地方 我們要發掘一些特別的東西 好棒啊 好棒啊 各位 我們來到一個 其實真的不太有名的地方 叫做蓬島 蓬萊的蓬 其實這裡的感覺比較好 海岸線比較長 但是海灘不適而下水 相對來說 並不是那麼乾淨 因為沒有人來管理 或者開發 但是聽著海浪聲 感受一下長灘 沒有人的狀態 我覺得這一片沙灘 特別的地方就是 它只是屬於你們 沒有屬於其他人 因為沒有人 很棒 有些人在路間 尤其是小路 轉彎位比較多 所以如果一些緊湊型的汽車 有時候會飄的 包括它去到高速公路都會飄的 但是這台環好 它有一個智能車身穩定系統 所以轉彎也好 或者開得高速 開得快一點也好 哪怕它是緊湊型汽車 它的穩定性 在這裡 OK的 吃飯了 聽過這間五味岸 和穩浩 都OK的 德森樓 這間很出味 對 德森 餅 餅 五味 五味 五味湖 三、四十年 老闆在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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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在這裡開餐廳 然後回到美國 是的 其實五味我 會不會在這邊 以前家家戶也會做 嗯 家家戶也會做 這道菜是它的配料 是它的特色 是不同的 和大家戶的味道都不一樣的 我試了一些不同的秘方 是的 因為這個秘方 只是圍存下來 是他們家人才用的 哦 是這樣的 當然要試一下這個味道 它不會很甜 這道菜 其實它的汁醬很濃 但是很奇怪 它吃了之後 它的味道很快會散開 剩下的鵝肉 讓你去品嘗鵝肉的味道 我喜歡這個 感覺就是 有人服侍你 先生 放下 然後馬上消失 不會影響你二人世界 這種感覺我比較喜歡 有些老鵝 滷鵝 很入味 吃到下去都有一股味道 但是這個 酸酸的 甜甜的 鹹鹹的 味道很濃 很濃 然後就離開了 剩下的味道的殘留 和鵝肉的結合 原汁原味的鵝肉 我覺得這樣很好 炒黃豉 很爽 很爽 有酒味 很香 因為鵝肉吃不到蠔 蠔味的時候 幸好 吃不到的東西 這邊可以有 當然 我們現在要慢慢開車 回到廣州 結束我們今天的行程 我們來的時候 滿滿一箱油 現在我們去了這麼多地方 兩天 走來走去 不停地走 一半都沒有油 所以說這堆東西是 他用的油 一半都沒有油 所以說這堆東西是 省油 就是硬的 這件事 這次我們出發 就是三個男人 其實四個人 兩對朋友 也好 一家大小 三四口之家也好 我覺得也是非常合適 省油 經濟性又強 OK的 最重要是車尾箱的空間 足夠你們的行李 更多實在的精彩 留給大家 好 這就是品成記 希望每一個平台都可以 關注一下我們 點擊 然後下次更新 大家就不會錯過